M-Sport 尽管在2018年的高級進口車 銷售品牌排行榜掉到第三名 B&W 在全新的 2019 可謂來勢洶洶 預計推出超過 10 款以上的新車 首先來看到的就是已經排訂在 3 月 11 號 將以媒體試駕作為發表的全新 3 系列 所以將導入單一車型 330i 分為 Luxury 和 M-Sport 兩種版本 在外觀上尺碼放大、軸距加長 但是車身卻更加輕量化 搭載 2.0 升直列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 258p 搭配 8 速自首排 0-100 加速僅續 5.8 秒 而過往被譽為萬年不變的內裝 在這次也做了重大的核心 全新的數位儀表、大型中控觸控螢幕 都搭配最新 iDrive 7.0 系統 同時新增配以 BMW 語音對話功能 30i M-Sport 預估售價在 270 萬左右 同樣在 3 月發表的還有全新 8 系列 Coupé 雙門轎跑 不會 20 年的漫長時光 BMW 的頂級豪華公路跑車終於復活 所以推出 M850i X-Drive Coupé 以及 840d X-Drive Coupé 兩種車型 目前國內業者並不打算引進柴油車型 所以總代理范德將引進的是 搭載 4.4 升 D-8 雙渦輪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 530 匹 0-100 加速 景需 3.7 秒 M850i X-Drive 組配 預計單價 678 萬元 而另一台極有可能趕在開春亮相的 就是近日 Toyota 牛魔王 Supra 共同開發而正名大造的全新一代 Z-4 敞篷小跑車 外觀上最大的特徵就是取消原本的電動液餅敞篷 浮貴正統 Roadster 傳統軟棚設計 目前擁有最強動力的 M40i 車型 搭載 3.0 升 直列 6 缸 雙渦輪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 340p 0-100 加速 景需 4.6 秒 另外還有搭載 2.0 升 直至渦輪引擎的 S-Drive 30i 和 S-Drive 20i 兩種車型 最大馬力分別為 258p 和 197p 預估售價從 280 萬元起 接著另一款重量級的全新車款就是正式量產的全尺寸 7 人座的旗艦 SUV X7 全新 X12 動力編成有 S-Drive 40i 和 S-Drive 50i 兩款汽油車型 以及 S-Drive 30d M50d 兩款柴油動力 全車系都在美國生產 尺寸也比全新的 S-5 大上一劫 車商採用全新世代的 iDrive 7.0 介面 目前日估入門售價約在 480 萬元左右 剩半年最後的重頭戲就是大漆的改款 雖然名義上是小改款 但是更動的幅度其實並不小 首先加大 40% 的盛行水箱鋪罩 新款雷射頭燈搭配全新設計的一體式尾燈 把氣外露讓路上的三寶不敢隨意靠近 動力規格有 M760 Li、 750 Li、 745 Li 等 除了主動氣壓選調外 更有 M Sport 版本可選 車艙的豪華程度當然無庸置疑 初步售價約從 420 萬元起 以上是 BMW 上半年度的演出名單 接下來還有新 XE、新一系列、新三系列 Touring X3M、X4M高性能版本等等 主盤不及被載 會在下半年陸續登場 蘋果東新聞綜合報導 出發 競usion